据报道,知名同志导演陈俊志曾拍过《不止是喜宴》、《美丽少年》、《玫瑰战争》等同志纪录片。 他的表弟、插画家陈大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,称他因新阴性休克、高血压心脏病,在自家过世,年仅51岁。 由于事发突然,陈俊志的家人仍在处理后续事宜,若将举办告别式,将另外公布时间。 陈俊志常年关注性别议题,拍摄多部纪录片《唤醒台湾对于性贫教育的忽视》,进而注下遗憾的悲伤故事。 陈俊志的著作《台北爸爸纽约妈妈》也写下自己的成长伤痕,之后改编成舞台剧上演,毕生为了性别平权而努力。